协商的情况下 把彩礼和财产给他儿子 就在今年的1月8号 我才知道这个情况 我就问他 他就说了 他跟他亲家商量好了 给钱 给车子 我在不下十次 在去年就开始询问这个过程中 他没有一次跟我协商的 当时因为他在睡觉嘛 他手机就在枕头边上 我就拿起来手机 我就随手往他身上砸了 当时我并不是讲 有心要对他怎么样子 随之就砸到他的右眼 然后他就跳起来就暴打我 他把家里的玻璃什么都砸了 马先生 动手我是肯定不对的 真的是从来不跟他商量吗 我知道他跟他商量 他就会跟我吵 跟我闹 因为在1月8号马上过年了 只能他吵了闹啊 过年都过不了 我知道他到了关键的时候 他就会反对 你觉得他反对的是 你给儿子太多了 哪怕你给5万 他都会讲多 原来我也说过这个事情啊 儿子是你的 我们在我们适当的经济范围承受内 我同意给 马先生 你答应的他刚才说的10万块钱 还有一辆车是吧 你认为有没有影响到你们的正常生活 有一点啊 就是公里上做业务的 洒水车 交给儿子的意思是 让他独立经营嘛就是 那一定对你们自己会有损失的对吧 那多少肯定是有一点 有两辆车业绩可能更好了 我希望他儿子也能独立 他成家以后我就不管他了 10万块钱对你们来说 10万块钱 他不同意 我小儿子就说八万万万 你们不要再这样增值了 一个人退让一步 给个8万 他也同意了 我也同意了 我接受给8万块钱 但我不接受能把车子给他 把业务给他 你已经50岁的人呢 能力在下降 而你儿子比我们的生活水准也不低 因为我们还有几十万的房贷 而他们没有 你这样就会影响到我们 他刚才说就是这个事情之后 他有在跟你去交流 也算是抚慰你吧 他是口上说的 是 我没有跟你商量 是不对 但是至始至终 他没有一个诚恳的态度